政治不应该来干扰科技 科技应该让大家共同来合作 互相合作 才能创造人类的更长价值 假如说大家的关系蛮难化 大家都不好 因为我是从小两岁就跟着父亲 坐着军舰去台湾 所以我在台湾长大 等到我到美国了 练完博士以后 在那边参加 最先进的太空组组 这些超级集成组开发 所以我也了解 美国是怎么样起来的 我离开中国 第一次进中国 是2004年在深圳 甚至在中国深圳 看到中国人的这个勤苦 从中间从零到今天这个经济开发 实在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说 中国人有体谅 又有这个勤 勤奋 中国人的勤奋 还有这个智慧的这个 很有足够的智慧去学习 这是中国的这个最大的优点 有很好的一个内销市场 怎么样从内部去产生一个动力 中国是体量大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结合起来 让年轻人更快地发展他们的这个能力 这个 这个里面将来 中国就会走得很远 所以科技是没有国界的 一定要记得这些东西 假如有任何国家 把科技给我们关起来 总会生存在它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